上周换了志诚王菲周旋的世纪同框,引发了一次收拾高潮,这样的阵容更让人期待节目最后一期的嘉宾。 去日,由网友爆出换了志诚录制花室,路透中奈英赵薇被请到了现场,和王菲同台,三大千后同框,惊喜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啊,看来这期要改名成王菲和他的朋友们了。 众所周知,王菲和刘嘉玲那英赵薇,是娱乐圈为数不多的闺蜜典范,不过,此番录制节目只有刘嘉玲缺席,天后麻将团就三缺一了,为了凑齐自然一桌,有网友就将刘嘉玲劈了上去,调侃称,天后麻将团同框,哈哈哈哈,劈出效果一点也不违和,好闺蜜聚在一起。 当然不会只是工作那么简单,收工之后,又飞迷的KTV偶遇王菲,疑似和好友奈英赵薇的KTV标哥,从粉丝的路透中可以看到,王菲带着一副倒黑口罩裹的颜色,门口被围的水泄不通,但菲姐还是淡定自如,显然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热情的粉丝们,录制节目这么多期,也是第一次被偶遇在KTV标哥, 看来好友的到来,菲姐是真的很开心呀,奈英王菲赵薇可谓是三个玩得很疯的姐妹花,王菲和赵薇结缘于天下无双,当年赵薇被狗仔包围,王菲硬是从人群把她拉出来跑了,之后两人一拍集合,成为很要好的朋友,而奈英和王菲就不用多说了, 两人的相遇酒吧开场春晚的经典节目,不知道这次,三位同台能否提高快乐之城的收视率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运营审核,妮娜内容编辑,陌上预证能量追星,陪你放爱豆,粉丝福利抢先响,爱豆咨询一手抓。